我文化追尊比較高 我的氣質比較好 有追尊的 他在變氣質 他拚他的文化氣質 你看他那個優雅的過程 真的只有你了解他 他欣賞汝瑤耶 汝瑤 你對宋朝汝瑤你有研究嗎 我沒有 但還會真的假的 最過的瓷器 因為這個 這個是了不起的總統候選人 對不對 最後他告訴你傳達的訊息 就是說我的文化水準 我仰慕中華文化 我的氣質比大家都好 你在那邊搞什麼公廟 他不跟你搞這一套了 他重新看玩法不同了嘛 所以現在他拼的是 他是台灣氣質 氣質最好的總統 第一個 所以他是變氣質 不就怕你變人 你那個搞一些人 民調啦 什麼人啊 不重要 無處理啦 他根本就不在乎這個事情 他就是現在開始做 他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看他看看 他去跑去跟柯智恩站台 對 那個也是好啊 那個也氣質好你知道嗎 柯智恩氣質好 對 他第一次跟柯智恩站台 搞什麼東西 上半身 下半身 柯智恩昏倒一次嘛 當場昏倒嘛 那個對女性 很明顯的有貶抑作用 你不過碰到顏輕鏢的時候 你碰到鏢狗 我去想說我頭前那個 你也有貶的小腿 奇怪 他碰到鏢哥就沒想到 碰到柯智恩就想到 那這個聯想實在 讓我說這個人 真的是 他是有這個有 你是不是從故宮 得到什麼新的啟發了 所以你是說 他會在不同的場合 他會有不同的感覺 反應他碰到柯智恩就 這個孔雀開啤 對 他開始就開始對這個 因為柯智恩是一個 很有魅力 很Smart 很有智慧的一個女性 因為柯智恩 柯文跟我們很熟嘛 對 他很好朋友 他程度非常好 程度好的女性 聰明的女性 會散發出一種魅力 那種魅力 讓你會有情不自禁的感覺 那你的雄性本能就是 我要點 對 沒錯 我要點 這個真是 了不起 他就是要秀 他就秀他自己的 這個少年時代的故事 要看著那個國小 剛好發尸骨之憂情 通通爆發 火山爆發 問題是 這個喔 我就要抗議 這個怪叔叔 不上路嘛 你怎麼可以把你自己 從這個 不讀書 被老師幹到放牛班 去怪那個俗華美腿 這太離譜了嘛 你自己沒帶子去怪別人 又白又漂亮 對 你這問題是 怎麼能夠怪人家嘛 對不對 現在俗華美腿 這兩天昏倒 人家可能已經當阿嬤了 可能當阿嬤 這兩天現在一定是 把臉書都翻掉 都不敢出面 可能又不敢 又接受一週刊專訪 我給你們講 對 你搞得害死人了嘛 我跟妳保證 韓國瑜不會讀書 跟俗華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自己不讀書嘛 喜歡混嘛 結果這個人喔 就不上路 應該是 你應該喔 我們那個 好萊塢的勵志故事 都是因為喔 吳子佳不讀書 結果碰到一個美女 然後耐心的教導我 然後我受到了啟發 把我的潛力發揮出來 突然間我變成一個 很偉大的人物 不都是這樣子嗎 是 俗華他變成一個 把那個責任 怪給那個俗華身上去 拔了十多年才振作起來 那個振作跟俗華沒關係 他說被俗華害 被俗華美腿害到他 到放流班 這個不上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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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